大家好,我是红明星 那在上次课程当中呢 我们讲到了将过的OIM机制 那OIM是对相关系映射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在这一整套机制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模型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数据模型 那这一节课的话呢 我们会围绕数据模型的定义 来给大家去做一些讲解 那我们在上次课程当中有提到 我们的这个模型的话 它其实是映射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比如说一个模型可能就是一张表 那除了这个 那我们的关系 我们在数据模型之间 可能会存在像一对一 或者是一对多 或者是多对多这样的一些关系 那像多对多的关系 它也会映射成一张关系的表 OK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今天要去学习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会创建几个数据模型的内 那我在这个地方去给大家写了出来 那一个呢是作者的模型 另外一个呢是作者详情的模型 那在作者模型里面呢 只包含作者的姓名 然后在作者详情的模型里面 我们还包含了 比如说性别 email 然后出生日期等等 这样的一些信息 然后作者详情和作者之间呢 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 一对一的关系 OK 我们之所以这样去做 是为了去把这个一对一的关系 去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一般来说 我们在设计 比如说一个作者模型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作者 他的信息字段不是特别多的话 我们没有必要去把它拆分成两个模型 那只不过在这个地方 为了更好的去说明一对一的一个关系 单独的去把它提了出来 OK 我们的作者详情模型和作者模型之间 就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 那这个一对一的关系 就好像大家的和身份证的那个关系 那你每一个人只能有一个身份证 对吧 一个身份证呢 对应一个人 所以这个就是一对一的一个关系 那除了这两个模型之外的话 我们还有出版商的模型 出版商的模型的话呢 包含名称地址城市啊 国家省份 他的一个网站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书籍的模型 我们总共四个模型 那书籍模型的话 里面会包含书的名字 出版日期 那这个书的作者 然后这个书的出版社等等 这样的一些信息 但是要注意的是呢 书籍模型的话 可能会存在几种关系 第一的话呢 那就是和我们的作者之间 作者和书籍之间的一个关系 应该是一个多对多的关系 怎么去理解这个多对多的关系 我们的一个作者可能会写多本书 对吧 然后一本书呢 也有可能是多个作者 来写的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多对多的关系 OK 然后我们的书籍和出版商之间的关系呢 是一个一对多的关系 出版商和书籍 就是一本书 它应该是从一个出版商 出来的 对吧 然后我们的出版商呢 但是可以出多本书 所以他们是一个一对多的关系 好 再了解了这几个模型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上面所描述的这些信息 如何体 如何把它体现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我们的代码呢 非常的简单 非常简单 首先去导入了一个models的 这样的一个模块 models的这样的一个模块 那我们所有的model 也就是数据模型 都是从我们的model的这个类来继承的 那这是我们的出版商 对吧 出版商 那从这里继承过来 那它相应的有一些字段 比如说出版商的名字 出版社的名字 地址 城市 省份 国家 然后网站地址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好 然后那比如说我们的lim 里面呢 出版商的名字 它应该是一个字符类型的 对吧 字符串类型的这样的一个字段 那所以的话 这里也是设定了一个字符串的 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字段 对吧 好 然后这里面呢 还有我们的网站地址 它可能是一个URL的这样的一个类型 那所以去设定它的字段类型 是URL的一个字段类型 好 然后还有设定了它的长度 那比如说我的这个出版商的名字 最长的长度不超过30个字符 对不对 30个字符等等 好 这下面还有作者 作者的module 作者的module 那作者的module里面呢 只有一个name 只有一个name 然后下面是一个作者详情的module 好 作者详情的module 那作者详情的module里面包含了性别 好 然后邮件 然后地址 生日啊 这样的一些信息 那注意的是呢 在我们的作者详情的这个module里面 它和我们的作者也就是这个 那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 好 所以是一个one to one的一个file的 好 然后在这下面呢 是我们的书籍的module 那这个书籍的module 里面也有书的标题 好 然后我们的书籍和我们的作者之间是一个多对多的关系 好 所以是一个many to many的一个类型 好 file的一个类型 然后我们的出版 出版商 出版社 它和我们的书籍之间是一个一对多的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foreigner key 就是一个外界关系 好 然后我们的出版日期 那是一个日期的之段 所以是一个data的file OK 好 这是我们的刚才所描述的这几个模型 所对应的一个代码的情况 那这上面的这些代码的话 这上面的这些代码的话呢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说我们的数据模型啊 都是我们的module的类类 就是在我们的Jungle DB这个module的这个模块里面呢 是有一个module的类型的 我们的所有类都是从它继承过来的 模型类都是从它继承过来的 好 然后在我们的module类里面 它是包含了我们所必要的和数据库去交互的方法 然后提供了一些数据操作的API 或者说你理解成语法也可以 好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特点 我们可以把这段代码 复制出来 复制出来之后呢 放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那我们的代码放到哪里呢 在我们的APP下面有一个module.py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模型 每一个APP 它都会有一个模型的模块 我们的模型的模块呢 可以放到这里面来 好 放到这里面来 好 放过来之后的话呢 OK 那注意 我们刚才有说到 刚才有说到 我们的 每一个定义的数据模型 都是从这个module来继承过来的 继承过来的 但如果有同学是比较感兴趣 这个module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module 那你可以点击过去看 你可以看到 看到这个module的一个定义 对吧 module一个定义 好 当然在现在的话呢 你们只需要去记住它 对吧 记住它 我们的每一个数据模型 自定义的数据模型 那是需要从它去继承的 因为你继承过来之后 你继承过来之后 这里面 我们的这个模型类里面 去定义的这些字段的信息 那就是我们数据库里面 所对应的 表里面的那个字段 OK 好 这是一个要去注意的 好 然后我们的每个模型呢 相当于是 单个的数据库表 好 单个的数据库表 然后这条规则的话呢 除了多对多的关系 因为多对多的关系 它会多生成一张表 生成一张关系表 然后每一个模型类里面的属性 然后有也是对应着表中的每一个字段 我们的属性名 其实就对应着数据库的那个字段名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出版商的这个模型里面有一个内容 那它印射到数据库之后 那它的字段名就是我们的内容 OK 我们的每一个模型类里面的类型 那它都有和数据库里面的字段类型所对应的 比如说这个模型类里面的支付串的类型的这样的一个字段 它对应到数据库里面可能就是watcher 你们可以自己去留意下每一个类型和数据库里面是怎么去对应的 OK 好 然后上面的三个代码之间还有一个 这个代码之间要注意模型之间的三种关系 一个是一对一的关系 一个是一对多的关系 然后另外一个是多对多的关系 那注意这几种关系 这几种关系 好 我们把这个代码来做一下同步 做一下同步 好 同步的话呢 我使用这个manager.py 去执行一下 好 稍微等一下 好 出来了 好 执行一下的话 我们新创建了module 那我先要去make一下 make migrations make migrations的话呢 它会去创建我们的数据库脚本 数据库脚本 好 我这地方报错的话 报错的信息说我没有办法去连接 mySQL的服务 好 我这地方应该是mySQL的服务 没有启动起来 好 我把这个mySQL的服务呢 启动一下 好 启动一下 启动好了之后 我再来执行 OK 好 执行好了之后 好 注意 我们在这个地方 migrating的这个目录下面就生成了这样的一个文件 对吧 好 这样一个文件 好 这文件我们先不关注它 好 然后我们再去执行 啊 migrate 好 执行migrate 那执行完成之后 好 执行完成之后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所生成的 所执行的这个同步的操作最终给我们生成的这样的表的信息 好 好 是这个 好 打开 好 打开之后 好 打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hello 哎 我们的这个数据表好像没有通不过来 好 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数据库啊 重新把它断开了 好 断开了 我重新再连一下 好 不是这个数据库啊 我搞错了 好 因为我的数据库应该是那个myseco 对吧 好 好 这地方 好 搞错了 我的数据库应该是这个myseco的这个数据库里面 他应该是生成到这里面来了 对不对 应该这里面啊 我刚才去看这个siclet的数据库啊 其实这个数据库我们没有用他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setting里面去配置的 数据库是去连的myseco对吧 去连的myseco 所以后来没有用这个了 好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刚才同步好的这个数据啊 可以对照着来看一下 好 好 同步过来的这个数据是有 在我们的数据库生成对应的表啊 比如说 pop list 对吧 出版商 那他对应者呢 生成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库表啊 生成了这样一个数据库表 那这个数据库表里面有name的字段 看到没有 这个name和我们的这个模型里面的这个name的名字是不是对应的 好 包括website 好 website是不是也是和他对应的 好 也是和他对应的 好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这个module还有三个模型 对吧 一个是 好 还有一个是作者 那所以这地方也生成了作者表 作者表里面只有一个字段 对不对 还有一个呢 是作者详情 作者详情 作者详情里面的话 作者详情里面的话呢 是包含了性别邮件等等 好 然后这地方呢 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作者的ID 看到没有 有一个作者ID 我们可以在这个设计表里面看得更清楚 那这个作者ID的话呢 这个作者ID 它是一个 它是记录的作者 这张模型 这个模型 这张表里面的作者的ID号 然后这个的话 应该是做一个外件 应该是做一个外件 看到没有 这个sid的话呢 它是作为一个外件和我的这个 Hello ISO的那个作者表进行关联 对吧 和它的组件进行关联的 好 它们是怎么关联上的 因为这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 一对一的关系 一对一的关系 它其实还是一个主外件的关系 只不过这个一对一的关系的话呢 它应该是多了一个unic的约束 OK 你会看到 其实这个一对一 1 to 1 FID 一对一的这个字段关系 它其实就是一个主外件的关系 外加unic的一个约束 然后达到一个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这是这个表 这是这个表 好 然后还有一个book 还有一个book book的话呢 是我们的这个 是我们的这个表 那这个表的话呢 它里面也是有对应的字段的信息 有对应字段的信息 一个是书的名字 一个是书的出版日期 书的出版日期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好 有一个publish id 好 这个publish id的话呢 同样 好 是在这个地方记录了 一个出版商的id号 好 然后让它作为一个外件 好 publish id 和我们对应的 publish的那张表去做观念 好 我们可以打 用设计表的模式去看一下 好 它也是一个整数类型的一个外件 好 然后它的外件呢 是关联到我们的 hello下坏线publish的那个出版商的那张表 然后关联的字段呢 是id 也就是这张表的主件 对吧 好 它是作为外件 关联过去的 publish id 作为外件 关联过去的 好 但是呢 主外件的关系 好 主外件的这个foreigner key的关系和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one to one的关系 有区别 好 foreigner key的话呢 它不是unique约束 看到没有 不是unique约束 它不限制你唯一 好 但是我们刚才在这个地方看到的 好 这个它的所有类型是unique 也就是我们数据库里面的唯一约束 OK 好 这是他们的一个区别 这是他们的一个区别 好 然后还有一个是many to many many to many 那多对多的这个关系的话呢 多对多的这个关系 我们说多对多的关系 它会生成一个关系表 好 所以这个多对多的关系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作者和它是多对多的 但是这个作者的多对多 并没有在我们的书籍的 这个模型里面 对吧 有这个作者相关的信息 好它没有在这个表里面去生成 而是怎么样了 而是单独的生成了一张关系表 所以你看到这张关系表也是以书籍和作者的命名方式来命名的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好 去产生了一张关系表 然后这个关系表的话呢 里面会记录我们两个关联模型的ID号 好 然后分别以这两个ID号呢 去关联所对应的表 所对应的组件 比如说这个bookID就去关联到book的ID号 好 然后这个作者ID呢 就去关联到作者的那个组件ID 好 所以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层次关系 在表里面的一个层次关系 OK 好 然后我们在刚才去执行migrate的时候 其实你会看到我们是有生成很多相关的一些这个sicle语句 对吧 好 你们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看一下它生成的这些sicle语句 是什么样子的sicle语句 OK 好 这是 好 这是我们去定义的这样的几个模型 然后这几个模型之间 好 我们要去注意的一些问题 好 要去注意的一些问题 好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在创建一个模型里面 创建一个模型的时候 这个数据模型可用的字端类型非常多 好 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去总结了一些常用的字端类型 比如说布尔类型 好 这个字符川类型我们也用到 日期类型也用到 还有日期时间的类型 好 还有呢 那decemo 精确的小数字段 对吧 还有邮件的字段 好 文件的字段等等 这可可用的字段的 这个类型非常多 比如说你要去保存一个文件的信息 你还可以用这个filefile的 对吧 好 还有浮点数的字段 图片的字段 整数的字段 ip的字段 好 这些有兴趣 大家都可以去自己试一下 我这个地方就不一一去试了 你们要去试的话呢 很简单 你们自己去创建一些扩展的字段信息 然后去声明不同的这个字段类型 去替换它 去替换它就可以 对不对 好 除了这个字段类型之外 我们模型里面创建字段的时候呢 字段里面的选项也是非常多的 这个字段的选项 我们有用到 比如说像这个max links 对吧 max links 还有像这个chose 这个chose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设置 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范围 你的这个字段 它只能取值 比如说0或者是1 对吧 你可以设定一个范围 设定一个每局的一个范围 OK 除了这些 我们在这个例子当中 都用到的这些字段想象之外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些字段想象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比如说那 那等处或者是black black等于处 那这个l和black 比如说l的话呢 是设置字段可否为空 可否为空 那这个可否为空的验证 是由数据库去进行验证的 就是在数据库里面 去验证它可否为空 还有一个black的话 这个black的话呢 也是去验证 这个字段时否为空 那这个字段为空的话呢 是在 就是我们 将过里面的表单去进行验证的 它不是一个数据库验证 它不是一个数据库验证 还有像这个choice 然后deft 你可以设置默认词 或者是帮助的 这个文字帮助 help test 文字帮助 还有组件 但这个组件 我们一般不需要去设置它 不需要去设置它 因为我们在创建module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去指定primary key 没有去指定组件的话呢 它其实module是会帮我们 自动创建一个组件 自动创建一个组件 自动创建的组件的话呢 它默认的名字叫做id 看到没有 它是一个组件的id 然后是一个自动增长的 这样的一个类型 unique unique约束 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说到的一个唯一约束 对吧 还有一些自断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是去设置 自断的详细名称 详细名称等等 那这些自断的一个 这些自断信息的一个使用 我们在下一节课的时候 再给大家把后面的这些内容 再去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 OK 那么今天的课呢 就先到这里